拜登联合国大会告别演说说 又重申美国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这是拜登的告别秀 他的告别秀竟然把台海稳定 列为他的重点 拜登现在不选了 所以他第一个 他在努力的想恶物战争里面 要留下他的历史攻击 第二个他要留下主训 这主训就是台海和平稳定 他真的是当祖宗的感觉 当祖宗告诉后代 你不要做这件事 联大演说就安排了 告别演说 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前两天AUKUS的四方会谈会议 关门之后 那个叫做刻意的意外 忘了关麦克风 全断放出来 中国正在咄咄逼人的 在南海台海这边挑战我们 你说拜登那个是故意的 如果你麦克风没关一声 马上就关了嘛 那怎么会全断出来呢 那叫刻意的也是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要给后面 不管你是川普还是贺锦丽 主训就是要维护好台海的和平 这是美国的使命 那事实上美国人呢 也基本上台海和平 至关紧要 非常重要 但是他们现在要思考的是说 到底呢 谁比较会处理 还是谁会为台湾出兵 所以某期是美国现在 贺锦丽和川普 真的还是打的那个属于 实在是难分嘛 难分难解之下 他们专门针对的是摇摆州 因为摇摆州里面 台湾议题会变成是 是不是摇摆州 做决定的一个关键 你知道这意义是什么 台湾的人安全 已经要决定美国总统了 所以他们认为说 贺锦丽延续着拜登 对不对 所以贺锦丽支持者 是愿意出兵 他们美国做民调 已经做到中国落宫台 美国该出兵吗 尤其是选举时 是四十几天的时候 最后决定的时候 所以变成台湾的事情 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 他们应该要喊出这个口号 但是认为川普呢 因为川普基本上 当过一次总统 处理过国际的关系 所以川普比较有能力应对 那贺锦丽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贺锦丽 能够管得动这些军方吗 他听得懂这些军人 在讲什么吗 但是他们认为 他有这个意愿